歡迎收看 永遠自古到現在都沒有解決的問題 兩個星球的人 真的 這兩個星球的人真的差很多 不管是這個任何事情 比如戀愛的感受 或者是你要去購物的路徑 或者是這個 比如說日本有一個調查就是說 你喜不喜歡跟你的愛人共慾 喜歡 誰不喜歡 其實都不知道問我們 你的那個浴池要很大嗎 對 不然會沒水 那是很多人是不是 沒有啦 沒有 太進去就擠一半的水出來了 對 然後有七成的 七成的日本男性說OK 他們喜歡 但是你知道女性的這個 喜歡的人數是七成不愛 不愛 剛好 怎麼反過來 對 他們會覺得有點尷尬 然後我也在想 是不是因為日本的浴室都比較小 有沒有 常看那個 全能住宅改造完的嗎 爺爺泡湯已經要這樣 你還要再進來會不會有點尷尬 沒有 公寓也不一定一定要泡著 就是這樣淋浴也可以一起 經驗好豐富喔 來 我們來看一下大學生 針對男女共慾的調查 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如果你能跟你的男女朋友共慾 你喜不喜歡呢 圈插 第一隊兩個都按圈 什麼閃 還是喜歡跟請男友泡 而且 很什麼 很省時間 睡好時間 真的啦 你就要洗澡而已啊 很水 讓人家幫她洗啦 很水 而且這樣 因為妳哪 現在可以自己起床了嗎 因為都要扶嘛 對啊 那會不會也是被張浩這樣 這樣報寄心難報 而且這樣不會有無聊 因為平常自己卸妝都覺得很久 可是如果有人跟你聊天 就會覺得今天卸妝卸很快 不只聊天吧 對啊 但是他們倆是喜歡 張浩也喜歡 對 因為其實 這樣一起洗澡也比較溫暖 而且我們洗澡都可以 也溫暖 你們抱在一起是不是 洗熱水 沒有 洗熱水 然後就是可以 像他講的可以一起聊天 我們就好像就是 可能一起聊聊一些瑣事 就覺得比較有趣 因為像一個人洗澡之後就 會沖很久 胖虎你喜歡 怎麼可能會不喜歡 這種事情 你不是都只會在裡面量屁泡嗎 沒有 我最喜歡男女生一起洗澡了 男生 你是這方面 女男女生 這種感覺是多麼的美妙 你能想到一個畫面嗎 今天跟你一起洗澡 是一個美女 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清香 還可以很Romantic的跟她講說 Baby 你這裡沒有洗乾淨喔 多浪漫 那一句話有浪漫嗎 有 很浪漫 尺度好大 那邊有那個泡泡 慢慢蓄上那個場景 美啊 人生一大樂好 她畫面都已經出來了 你看大部分男生是暗圈的 女生的差比較偏多 女生比較多一點 而且如果說兩個人洗的 那個水溫不一樣 那這樣忽冷忽熱一直調 然後到時候冬天的時候 要共用那種洗一個臉盆頭這樣子 然後一個人是不是可能 就要被晾在旁邊這樣 這樣光想就感覺很麻煩 沒關係 講到這個男生兩性的不同 大家要請來這位專家 一起歡迎威迪老師 好 威迪老師好 威迪老師 剛剛這個大學生男生女生的 這種回答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有點準 一般來講 其實我們在講共慾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 在男人的感官系統裡面 他的視覺是最強大的 當他視覺一打開的時候 他那個 這樣子 對 那男性的本能 他當然就想要保護他 那個比較弱小的那一半這樣 這是一個很本能的這樣子 對 但是這只適合在 異性相吸這一部分 如果男生對男生來講 他們絕對不喜歡裸體 因為他們會比大小比長短 那個本能又被壓下去了 這是 對 這是男生 至於共慾這一部分 在女生來講 一般我們在做親密行為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偏重是聽覺 嗅覺 那種感覺 而不是視覺這樣子 所以通常在親密行為發生的時候 女生有一個很特殊的心理現象 我們稱為黑暗效應 什麼叫黑暗效應 就是說當我燈如果暗很暗的時候 只要有一點點燈光的時候 這種感覺會讓我最放鬆 然後會讓我會獲得最大的 滿足和保護的感覺 不是 妳正在講的時候 這些男生都有畫面 每一個都 在什麼 就很有道理 好像一腳踏進溫泉的溫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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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 是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些VCR 就是男女在交往 有碰到哪些狀況 或不一樣的感覺 我來看一下 戀愛是兩個人的事情 但是男生女生在這方面 也是會有很大的差別喔 當男生遇到心中的女神 她的腎上腺素就會激增 想要將她追到手 剛開始女生對於男生的追求 可能都毫無感覺 甚至是視若無睹 男生則會想盡辦法 想要獲得女生的青睞 交往後 女生則是把男友 視為世界的中心 就像是吳偉熊一樣 無時無刻都要黏著男友 而男生開始渴望著自由空氣 只想和兄弟們出去玩 寶貝 你不要一直玩手機 陪我聊天啦 陪我聊天啦 我不要打電話 這裡的 喂 打囉 我陪他打囉 我陪他 他今天要跟我約會 才不會跟我們去打囉耶 再見 最近很少跟我朋友出去的耶 讓我去一下會死喔 不一樣啊 今天是我們這個月 第一天約會了 你還要跟你朋友出去喔 反正你每次都媽有跟 有差嗎 才不是耶 你在哪裡 我就會在哪裡啊 看到這邊 大家是不是對這種現象感同身受呢 妳能夠接受妳的男友出現這種轉變嗎 缺或差 好 等一下 男生也可以反撥一下 來 Connie 我覺得就是他自己還是可以有自己的空間 可是如果他對我有轉變的話 我覺得就不太OK 因為像阿公他之前就是 妳有資格講這個話嗎 妳並得才多吧 出國都出國一兩個月的 哪有啊 他有不好的地方好不好 什麼 對啊 像如果他一開始他追我的時候 每次我下課他都會送小點心 不然就準時出現在就是 那個學校樓下接我這樣幹嘛 後來在一起久了之後 他就是跟我約 然後都會遲到或是睡過頭 然後我都叫都叫不醒 就是一些會讓我很生氣的地方 對啊 妳真的請一個庸人好了 對啊 來 玄璇呢 不能夠接受 因為我覺得這是基本的 就像我對我男朋友 可能剛開始熱戀期的時候 我也會就是每天就是想要逆著他 可是到後來我也會覺得說 我們兩個還是彼此有空間 所以他如果對我冷淡的話 我會覺得說這是正常的 他也要他的社交權 但女生也不能接受亞莎 對 因為像我男朋友 一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他會自己去準備好早餐 然後泡好奶昔 然後送到床邊 然後用清的幫我清醒 然後說來 起來喝奶昔了 清醒 妳清醒了沒 對 就用清的 而且很溫柔 不是 無法呼吸 他可能就是輕輕臉頰 然後這樣子 然後就妳就會感覺到 有人碰妳就會洗 然後現在我可能就會說 妳以前不是都會 他說起來…喝奶昔 我說妳以前都會泡好 就是拿來床邊給我 他就會這樣看著我就說 不行 因為妳長大了 他就說因為我長大了 不再三幾兩年我就長大了 但這種改變一定都會有 張浩也是現在不見得 每次都會接Nina了吧 對 因為 也不是 變了… 你一邊了嗎 沒有… 其實我大部分還是會去接她 對 只是有時候 有時候我就會變成說 就是因為可能之前是 不管怎麼樣我可能都去接她 像是我練舞前 可能練舞前一個小時 我可能下面 差不多二三十分鐘我就要去練舞 我還是會去接她 可是我現在就會變成說 我再一個小時就要練舞了 我可能就直接說 妳看要不要我其實先坐車 我就要去練舞 就是變成說 會多給自己一點點時間 不要讓自己那麼緊湊 Nina妳那時候第一次聽到她說 我還有一個小時就要練舞 妳想說一個小時以前 二十分鐘妳都來接我 那時候有沒有心碎或是跟她吵架 就是她以前可以為了我翹那個練舞 可是現在 現在她就是一整天試試她就說 我就很想要練舞… 妳大概幾點 妳就先自己大催回家 就會變成這樣 那會傷心忙 會傷心喔 會想 拍卡長很久了喔 其實當初不夠開心 不能講 Nina 不會… 不能講 我會就是因為她練舞 她跳舞的時候她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會希望她去做她開心的 跟妳在一起不快樂就對了 怎麼了 還在 又射出一隻手間 跟張浩在一起不快樂 他們兩個在一起時間其實不快樂 所以張浩才要去練舞 對啊 因為男生都是這樣子 如果跟女生在一起快樂 他巴不得就黏在一起 張浩在找各種理由在躲避 要躲Nina 要躲Nina 真的 其實就是這樣子 張浩自己不承認而已 然後張浩又不反駁 對 抓到了 因為已經抓到了 笑笑的 招牌打開 我有反駁 有…她一直在碎碎唸 好 胖虎妳要說 等一下 胖虎妳有交過女朋友嗎 有 保證有 覺得有 第六四圓跟小學都不算 你就是局勢的女朋友 假的 假的 保證是人之常情 你在耙其辣的時候 你一定會把你所有 完美的表現在她面前 這樣才可以擄獲她的芳心 她的心被你擄走之後 接下來好辦 她的心在你身上了 我現在是不是開始需要 我一些男人的主權 我有一些事情可能想做有沒有 有一些自己的空間 這改變是太正常了 本來被打亂的行程 現在又回覆了 對…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要問一下 問點老師 為什麼說這個情侶 男女從這個追求到交往 這個男生的變化會怎麼大呢 OK 這個答案 其實我可以告訴妳 在1975年的時候 哈佛大學的愛情主司也 他魯冰他就已經告訴我們了 男女在進入戀愛的時候 第一階段一定啟動受性 那時候受性起來的時候 男生他那種雄性的稿固酮 大量分泌 他才會引起他的激情 所以剛剛Nina說之前 其實張浩他可以為了你 他不要去練舞 事實上他不是為了你 他就是那個激素告訴他說 他要盯著你看 要泥中有你 我泥中有他 是這種狀況 這樣子的話 他就不會有別的雄性動物 來入侵他的地盤這樣子 受性他的分泌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交配 第二個就是要虎視眈眈 避免其他雄性動物 有機可測這樣子 所以他一開始 在激情階段的話 就是雖千萬人無往以 他所有的困難都可以克服 相對女性也是一樣 因為女性他有別於男性 是他的社交激素濃度很高 他會同理他 知道他需要什麼就完全配合 但是好景不長 大概激情階段只能維持 差不多三個月到六個月 開始進入穩定期的時候 我們會有個 男生變女生 女生變男生 為什麼 這個時候男生那個受性 那個稿固酮濃度下降的時候 他開始害怕失去自由了 可是女生相對來講很特別 這個時候在進入穩定期的時候 女生的稿固酮濃度反而增加 開始要宣示地盤 宣示主權 所以這時候他會非常緊迫叮人 這種其實在我們的答案裡面 大腦裡面都可以找得到 他的蛛絲馬跡的 好 這個是我們戀愛的部分 接下來消費行為 男女也是不一樣的喔 來看一下 女大聲控訴男友作為 驚意外挑起阿K怒火 請問一下女生 你認為男生買東西 是不是太過於鑽牛腳尖太仔細了 阿公他就很愛就是 就是覺得蘋果電腦很好用 可是我覺得其實還是有更好的電腦 就是可以代替蘋果 因為蘋果其實 What 你躲到蘋果迷了… 你有去看賈伯斯傳過嗎 他這個王朝是多難建立出來的嗎 不要生氣… 接下來的消費行為 男女也是不一樣的喔 來看一下 在消費習慣方面 男生和女生的想法 也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差異喔 這支手機它只有16G 而且聽說蠻耗電的 重點是它拍照的時候 還有那種紫光 網路平價才三顆星耶 有 有沒有別人可以換掉 這個神奇的244LT 我想要這支 這一支它很容易盪擊耶 它跟我的指甲很搭耶 它只有16G啊 它拍照話數很高啊 可以拍得很可愛 這一支空機非常貴 而且妳現在手機還不能續約 不管啦 你只是想要這支 拜託啊 寶貝 你看它這麼可愛 好啦... 那就買這支給妳啦 之後就不要給我hold 好喔 好棒棒喔 謝謝寶貝 看到了嗎 男生買東西方面就是講求實用 而女生就是唯一原則 好看最重要啦 請問一下男生 你覺得女生是不是買東西的時候 重視外表不重視功能呢 圈或差 請問一下女生 你認為男生買東西 是不是太過於 鑽牛腳尖 太仔細了 好 全部都有圈 搭一致的圈 難得搭男女兩性 對啊 有共識 不在嫌對方 好耶 海產妳說 像我前陣子就遇到 就是考試的時候 他們要就是教電子檔作業 然後我女朋友的隨身碟 只有1G而已 她說不夠 放資料 我就帶她去挑 一定是買個8G或16G的 對未來比較方便 結果她看到一個Hello Kitty的 她就很可愛 可是只有2G而已 我說這2G對妳來說 根本買了也沒有用 她說可是2G加1G 她很夠用了 而且Kitty很可愛 她會很需要這個Kitty 她就買8G 4G太多了 她就2G就夠了 可是她原本就嫌1G太小了 結果她就買一個2G的 就是為了那個Kitty而已 然後她就買了 然後也不聽我的勸說說 其實16G或是32G 對妳未來比較有用 可是因為他們 就是為了那個Kitty去買 我覺得好煩喔 浪費錢而已 那要怎樣的感覺 張浩 對 其實我不能說 女生可能每樣東西都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可能3C層他們會特別這樣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複雜的東西 他們會覺得好懶得去理解 他們可能 像我們男生 我們會去說去查資料 去了解說 這個東西好跟壞 怎麼樣去分辨 可是女生會覺得好麻煩 我懶得去理解這些 他們就直接先從最基本的外觀 外觀我喜不喜歡 樣子喜不喜歡 像我 之前我就跟她推薦一個 我覺得很好用 很輕 很薄的那種行動電源 可是她最後還是沒有選擇那個 她選了一個 那種像甜點的行動電源 那種我就說 蛋糕什麼的 這個又重 然後就是很容易壞什麼 她就說 不要 我覺得這很可愛 我也不會覺得很重 她就拿 現在也沒在用了 就還不是說用我的蟲 而且她電量很小 對 妮娜妳知道 不是 她那個真的不輕便 喜用電源就是要輕便 她那個大了跟手機一樣 像帶兩支手機出門一樣 然後那個超輕小小的 這樣子這麼小 然後而且是馬卡龍的形狀 就很可愛 對啊 馬卡龍 很小啊 或是想充電 可是購充就好了 Tatrick 對 我覺得不只出現在那個3C產品 就是吃的東西 女生也是都重看不重那個實質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很多比如說下午茶 我們男生餓 我們男生一定想要吃個麵或飯 就一定要是等一下吃完那個是 我不要只是飽 我要是好吃可以飽的 可是女生她們都會注重外觀 就會點說那個名字多漂亮 比如說娃娃什麼什麼 聖代什麼什麼什麼 就很長 然後很夢幻 說就是這個 然後來 這麼大一坨 然後一直拍到拍完 然後也沒有吃幾口 然後全部都在我吃不下 我吃不下 都只為了拍照而已 就很重外觀 就是好像感覺現在男生是重功能 女生是重外觀 是嗎 卡尼 沒有 我覺得女生就是會重外觀 然後又要實用實際 像阿公我就覺得 阿公他就很愛就是 就是覺得蘋果電腦很好用 可是我覺得 蘋果電腦還是太閉鎖式 然後我會用就是覺得 它外觀是很漂亮這樣 可是我覺得就是還是有更好的電腦 就是可以代替蘋果 因為蘋果其實 What 真的 你留到蘋果迷了… 什麼啦 蘋果絲 妳有沒有看過 妳有去看賈婆絲傳過嗎 沒有啦 不要生氣… 妳知道這樣 他這個王朝是多難建立出來的嗎 不要生氣 我們要幫妳 對… 不是 不是 她講是真的 因為蘋果真的男生覺得很好用 對嘛 對啊 但就是個人習慣不一樣嘛 對不對 Emily 我覺得功能這種東西是 妳真的有用到才會 才叫做功能 不是妳她說明書上寫的東西都不算 是妳真的有用到才算是 因為我覺得 好看對我來說 就是一種很大的功能 因為它讓我很開心 它就是一種功能 對啊 就是妳買一個東西 它那個佛洛伊德都有講 它妳就是先溫飽 才有心靈層次 那我直接跳到更高層次 感受的層次 不用吃了 但是有一點我也要問男生 其實男生也不是不注重外表 我現在不是講說找女朋友 妳就講汽車好了 車子 其實男生也會注意 比如說像我們就看前面有車 開快一點就好 可是我老公說 你看 她這個新出了這一款的尾燈 我覺得設計得還好 真的 對 然後我們會想說 哪一款了 對 是不是 所以你們這個還是會注重 會… 然後車子就真的會 外型也會很注重 對 機車啦 汽車 對不對 開起來 就一定是 因為我先生也去遇到 我就開車經過 旁邊那台測裙滿好看的 我就說測裙在哪裡 測裙都不知道 然後他就一直跟 我要跟他分享 我看到的車那些漂亮的東西 可是他們就不懂 就是一樣是好看的 連他都不懂 他說那有什麼差 沒有妝眼皮很好看 那還纏 你看到那個不同顏色的馬卡龍 不會覺得很可愛嗎 我覺得好無聊喔 反正都放到嘴巴裡 這樣好 這樣這個差別 男生也會注重外觀 但是我們會 我們注重外觀的同時 我們自己喜不喜歡的同時 我們會知道這個功能 我們可能會未必愁 我們會想說我們用不用得到 我們會想更多 反正功能也要保住 外觀也要有 對 可是女生就覺得 我外觀喜歡就好了 我管他功能好不好用呢 對 女生就是一妹的 男生也會主動到男生功能 女生太一妹的覺得外觀好就上去 像Kony看到 Spanel就鋪上去了 意思是一樣的 還在記這個啊 還在吃這個 就有關而已 他們都不想… 好 玄瑄 沒有 海產他自己把他的那個車子 夾下巴 那個才是最沒有用 那個很多機械車位 都不准你停的 那個才沒用吧 假的 解釋 海產解釋沒有功能 喜歡整個車子比較質感 比較穩重的感覺 你那個不夾這個就可愛了 怎麼還敢說女生 所以在這個消費行為 Windy老師 為什麼男生有時候會差這麼多 這其實是一種演化血下來的 一個結果 一般來講男性確實 他的大腦是比較目標性 然後實用性 功能性 所以你會發現 男生在擇偶的時候 擇偶就是一開始的消費行為 人類在幾萬年前的一個消費行為 就是擇偶 在擇偶的時候 他們強調不一定是要最美麗 但他強調是要身材最好 然後代表健康有活力 代表他的卵子可以跟我精子結合 繁衍出下一代 所以男生一直以來 都是受到這種實用性為主 之後他才會去強調外觀這一部分 可是女生就不是了 女生這個 你們就不要怪女生 為什麼這麼女生 這個她終於出現了 一般來講 女生的話 女生大腦結構上面 有一點跟男生完全不一樣 就是他左右腦 我們中間這個神經纖維 我們稱為偏肢體 這個偏肢體是 連絡左腦右腦的一個神經纖維 女生非常粗 又粗又大 又粗又大 她很常就會去收集到 左右邊來的資訊 那收集資訊以後 她開始要去做比較 這種比較很特別 大家都沒有發現到 其實剛剛像我們這麼多年輕人 她比較永遠是跟 同齡競爭 我們有一個同齡競爭現象 什麼叫同齡競爭 也就是說她跟她周圍 這一群女孩子互相比來比去 我的東西 可是她不會跟她的阿嬤 不會跟她的媽媽比 她們同樣都是女生 所以女生會有個同齡競爭現象 好 這個其實消費行為 還有另外一些不一樣 我們再來看一下 女生逛街愛拖啦 陶姐竟把事情合理化 男生女生如果她們的這個任務 都要到GAP去買褲子的話 男生可能咚咚咚 就直接走到GAP 女性呢 這邊回來 站到這邊 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就會跟我老公說 我說這個我們做一些市場 然後我就逛… 逛後來我看到一個櫃子 我說這櫃子很好看 我們老公那你進來 因為剛好最近要買一個櫃子 OK 對啊 就那麼剛好 就… 其實消費行為還有另外一些不一樣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對了 寶貝 等一下我先去買一下衣服 然後再帶妳去買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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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男生一旦決定買什麼東西 出手就是快很準 幾乎不會有猶豫不決的時候 好 好 我知道有一件手機殼啊 賣很多超可愛的手機 我等一下再妳去好不好 上 寶貝 你看我剛剛去買了一件衣服耶 很好看對不對 妳去買衣服喔 對啊 我剛剛去那邊買衣服 那妳的手機殼呢 手機殼我還沒有好喜歡的 等一下再逛一下啊 等一下再繼續看 好 那我們就走 好 好 而女生方面 常常逛個街就會買一堆 不在計畫內的商品 所以妳的手機殼 看妳買看到沒有 還沒啊 不是說看一看結果都沒買到 可是我就沒有挑到喜歡的啊 從購物方面來看 男生和女生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是不是也很不一樣呢 剛剛這個VCR呢 其實說就是我們這個板子的情況 就是男生女生 如果他們的任務 是都要到GAP去買褲子的話 男生可能咚咚咚咚 就直接走到GAP 只花了6分鐘 直接花了900塊錢 去買她的這個褲子 但女性呢 她明明是要去GAP買東西 但是她到處逛 對不對 到處逛 逛… PRODA 來到這邊 她花了3個小時26分鐘 只花了19.950 結果她一直逛 她也不一定會買 不是啦 她花了各自100 19.950塊 花了很多的錢 就是她最後亂買了一通 然後也逛很小 沒有 大家看到這個紅線 就是世界經濟圖 就是女生靠女生帶起來 女性在讓全世界經濟活絡對不對 其實真的 也對啦 也對 因為百貨公司一樓全部通 一定都是先是化妝品 化妝品 對啊 對 所以要問男生了 是不是覺得女生買東西 真的是很拖拖啦啦 花很多時間 很玩 哈囉 你說 我超害怕跟女生逛那個藥妝店 就之前有跟女生 然後走路經過 經過康世美 然後女生跟我講說 我買一支眼線筆 我剛好去 我說好啊 那你買一支 結果女生進去之後 她跟里長拜票一樣 她每一支都要手一定要握到 然後一定要一直試… 然後試到四五個小時之後 買了一整籃 然後最後眼線筆沒有買 她錢花完了 我根本覺得就是康世美 可以變成一天的行程 你那講的還是 她說買眼線筆 她真的就在眼線筆去 可是如果假設她在二樓 我們是真的會這樣看看 這樣什麼東西都摸一摸…這樣 然後我老公就會在某個 走道的鏡頭閃出來說 趕快到那個位子去 你知道嗎 真的會 對啊 餅乾 就像我跟我女朋友去逛街 她要去買手機殼 跟她逛了一整天之後 我整個人都已經ㄎㄧㄤ掉了 因為 真的 因為逛其實是非常耗體力 而且我們晚上要帶她回家 所以那其實是非常危險 但是重點是 她後面一個手機殼都沒買到 然後反而卻買了什麼耳機塞 有的沒的 一點都沒有買到 然後我們ㄎㄧㄤ掉 還要冒著那種生命危險 帶她這樣回家這樣 所以你看永遠在購物店裡面 就是有一整區是男生在滑手機 現在還好 謝謝有手機 外國還有設一個男友區 就是讓男友在那邊等女生逛街的 沒錯 女生除了逛街之外 其實有一次我開車栽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我們要去買那個 麥當勞的得來樹 她連得來樹前面 我們男生就直接說 我要這個幾號餐 然後她就在那邊只看半天說 那個… 然後點完之後 櫃台說要去結帳 女生就說我還沒看完耶 然後就點很久 就連得來樹女生都可以想很久 對 為什麼會這樣呢 女同學們 Jocelyn 我覺得反而是男生太不貼心了 因為女生可能在逛那個大百貨之類 妳可能會想說 男朋友可以買一些東西 家人可以幫我買一些東西 所以才會逛很久 可是還有藥妝品也是 就是可能有一些藥 頭痛的藥 可能家裡可以補充 可是就是男生就是覺得 我只需要買 我需要的 沒錯 佳恩 可是像有時候我們去買東西 可能像例如說 例如說我要買眼線筆 可是我可能看一看 我好像腮紅也快用完了 就順便一起買一買 對 妳這樣就不用下一次再去 就一次買好 就只是花比較久時間而已 小宇 我覺得女生是很喜歡貨比三家 就是因為妳買到一個 很可愛的東西 妳之後逛了 妳會看到更喜歡又更便宜的 所以就會變成說 會一直到處逛照那種 自己喜歡的東西 不是 妳在生氣 對 妳剛剛都在生氣 沒有 因為像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就會跟我老公說 我說這個我們做一些事 她說視察 她說視察什麼 我說不是 要看一下 現在有什麼新設計好玩的東西 對不對 怎麼這會是 這是放鑰匙的 好可愛 怎麼現在設計得這麼好 然後再來可能說 什麼免暈車現在也用貼貨 是有一種那種透明的看不出來 說好好喔 其實很多資訊都是從逛的 我不見得會買 但是我就會看 原來有這些小東西 昨天在逛衣服也是 他直接都要中庭滑手機 然後我就逛… 逛後來我看到一個櫃子 我說這櫃子很好看 我說老公那妳進來 因為剛好最近要買一個櫃子 OK 對啊 就中了 對 如果他不進來買衣服的地方 他就不會看見那個櫃子 這樣你們家就少了一個櫃子 好巧不巧 好巧不巧 那櫃子也有在賣 是不是 所以還是要看一下 好不好 所以二弟老師 到底為什麼女生對於買東西 就是決定要決定這麼久呢 這其實這沒辦法啦 這也是我們大腦上帝給我們的設計 我們先講就是視覺這一部分好了 一般來講男生 他要想要什麼目的 它是一個非常實用型 他的視覺事實上就是我們所謂的 什麼叫隧道視覺 它像顯微鏡一樣 可以單點定位好 之後直達目標 然後準備好以後就可以一觸可及 這是屬於隧道視覺 但是當女生要開始 對不起 插個嘴 每次都說男人是隧道視覺 假設他現在真的要去買一條內褲 但是路上他如果看到美女 他的隧道還是可以打開 這是不一樣 對 這種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像顯微鏡一樣 它可以看得很深 很細這一點 但它不是廣角性的 一個女生過來以後 他馬上就啟動了 他下士丘的性的中速 那是一種本能 另外一個中速 對啊 當你的男人 女人如果不再看女人的時候 他已經被潛意識的 已經是變成女人 這是有一個黃金交叉的年齡 這樣子 所以當我們這樣的男人 如果不再看女人的話 我就開始擔心了 因為他會比我更女人 更囉嗦 這樣子 這是男人的一個特質 對 所以你的男人看女人 至少他也不會囉嗦 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相對的女生在進入賣場以後 其實女生本身她的身體構造 它就屬於所謂的廣角視覺 我們的眼睛就像GoPro一樣 270度 很堪 廣角 對 廣角性的 廣角性的話就大概超過180度 男生隧道視覺的話 不會超過90度 你想想看 差這麼多 而且重點是 不但是廣角視覺 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這一張 只是要買個褲子 你認為女人真的是廣角視覺嗎 事實上 當她從門口進來的時候 我們剛剛那都已經講過 男生是只要蒐集好目標 一觸可及 可是女人當她從門口進來的時候 她開始已經在 收集資訊目的 是為了能夠為下一餐而準備 這是女人的一個特質 所以她到處看… 到處看的目的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過 因為女人她的填織體很粗很大 所以她左右兩邊的資訊 同時進入 同時進入才能夠我準備好 以便不時之需 所以男女在購物行為上面 很明顯的有時間的差異 然後也有金錢的差異 對 這個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男女在外觀上面 還有哪一些不一樣的 神秘魔鏡太神奇 竟讓男大生產生無限幻覺 收集資訊 你們看的重點是哪裡呢 她突然想說 是不是瀏海 收集覺得比較帥 然後就一直這樣弄老半天 自己覺得自己好像小鬼 不然就好像GD 其實就有那個音樂 對 就是這樣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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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總統就會唱 好好笑 我有時候會覺得我很像桃 對啦 什麼 就是看鏡子的時候我就 今天狀況好像滿好的 然後學一下她的笑容 然後這樣點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男女在外觀上面 還有哪一些不一樣的 愛美是人的天性 在使男生女生照鏡子的時候 心中想法可是很不一樣喔 其實我也不矮啊 怎麼大家都說我很矮呢 之前還有人都叫我 正大小逆巡呢 看來不是客套話 是不是又胖了啊 看來又要跑健身房了 果然體脂肪十二還是過高 看起來像支肥兒一樣 光是從照鏡子來看 男生女生內心的OS就相當不同喔 照鏡子的時候 你們看的重點是哪裡呢 請問大家 心裡面通常會有什麼旁白 賀瓏 頭髮 我都看我頭髮 像我現在捲毛 變長了 我覺得我真的有點像 牧村拓宅的那種感覺 你是像嗎 你是像海產吧 變長 比摩一樣啊 真的喔 你是像海產吧 好 張浩 臉 照鏡子的時候我就這樣子 黑眼圈好像有點深 但其實 男生真的會這樣 真的會這樣子 是不是 Patrick 對 你就會 在照鏡子的時候 鏡子有所有可能擺出 你覺得今天最帥的表情 對 然後都會想說 是不是瀏海好像收進去 比較帥 然後就一直這樣弄老半天 然後這樣 然後一直皺眉頭 然後最後想著自己覺得自己 好像小鬼 不然就好像GD 然後心裡就有那個音樂 就是這樣 然後走出去 好好笑 不會唱出來 但是心裡就那個音樂 音樂就跑出來了 超大聲的 是耳塞式的 我覺得自己擦出來 算得出去 太棒了 這邊有這個GD跟小鬼對不對 然後這邊安哲是彭宇燕 對 因為 我有時候會覺得我很像他 誰啦 什麼 對 我也很眼神啊 眼神 有時候 好像最後一次我看 就是看鏡子的時候我就 今天創那種滿好的 然後就學一下他的笑容 然後這樣墊這樣 沒有 但彭宇燕最重要的是他的肌肉 你有嗎 有啊… 真的嗎 看一下 不相信 我不信 有嗎 如果不好就捧恰恰囉 對 這有… 看一下 有… 專練右手 只練右手 好 好 那女生來看的話 玄玄妳會注意自己的身材 就是我有時候就是洗澡前 我就會脫掉 就剩內衣內褲 然後我就會站在自己前面 就會覺得說 就會看一下我想說 大腿肉很鬆 或者是就是覺得那個 中間那個縫越來越 就是接近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就會覺得說 以前這樣捏腿 都沒有那個一粒一粒的脂肪 然後現在捏就會有那個 對 就是很噁心 很煩耶 玄玄 不是玄皮 她上次那個腿 就被人家說是老腿對不對 維銘哥嘛 維銘哥說什麼 手肘 不要再加害她了 好 那Emily 我都會覺得我自己每天的臉 好像都不太一樣 就是覺得自己今天鼻子好 有時候會 就是鼻子好像有點下陷 然後或者是眼睛好像 不知道哪一邊 再去補 不是 我就沒有打 然後就會覺得 她很自然的就會 就是怎麼樣都會 每天都會有個地方不太對 都有個地方欠打 欠打 好 然後Conny是 一直呈現在水腫的狀態 這樣沒錯 可是因為就是 如果月經要快來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點水腫 是只有女生自己才感覺得出來 可是男生都覺得說都一樣 可是那種細微的就是變化 自己是很清楚的這樣子 你看 男生的答案板再拿起來一下 你看男女的差別 帥 男生自戀到一種境界 然後都是很積極的 很厲害 對不對 彭于晏的什麼GD 小鬼 然後哪裡帥 然後女生都是老 然後身材大腿肉水腫 怎麼會這樣 沒有一個女生 就是照鏡子會覺得說我美呆了 沒有一個嗎 亞莎你也沒有覺得 就是而且我自己會越看見 越覺得說怎麼會長這樣 然後就會拿手機起來自拍一下 然後再滑到大概一年前的照片 你就會覺得 現在是怎麼了 不是這麼苛責自己 真的 然後我上 我上上禮拜傳了一張 我兩年前 剛剛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照片 我就上傳 我說我以前好像比較美 結果大家真的就在下面說 對啊 以前好正喔 怎麼這樣 這是個妹 然後什麼就是開始在下面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好 本來是想取暖的 對 原本 取到冷 對 越來越冷 Nina妳也是 因為冬天 就是這一陣子是胖很多 然後我就會站在鏡前面 捏自己的大腿 然後就是 我會跟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大腿都要合在一起了 怎麼就會哭 然後我就會認真跟他說 妳跟我說我是真的胖很多 而且他都會認真看著我說 剛剛那次吃的時候 是真的有點胖 然後講完話 自己換衣服的時候 在那邊照鏡子說 我今天肌肉滿急 所以 怎麼會這樣呢 Windy老師這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對啊 Windy老師 首先我滿高興 我在這邊找到很多 我們家的個案 就是產生幻覺的這樣子 事實上這個答案很簡單 在2012年的時候 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 他們曾經發表過一篇研究 也就是說 男生女生在看鏡中的自己的時候 或者看對方的時候 有一個共通性 我們常常在講說 男人很喜歡把女人物化 事實上 我們反過來講 兩性都很喜歡把女性物化 然後把男性人格化 什麼叫人格化 他們就發現 如果在看照片時候 你不論是男生或女生 在看鏡中的男性的時候 大腦裡面有一個 是專門辨識人的臉孔的位置 他會特別活躍 也就是說他是我的同類 所以既然是同類 相對來講我就很喜歡他 我們之間沒有距離 自然就越來越跟他趨近 然後越來越喜歡他 所以在看男人的時候 女人看男人和男人看男人 都是有這樣的一種感覺 我們稱為人格化 會把男人當成人來看 可是男生和女生 在看女人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連女生都看自己女人 都是一種物化的表現 為什麼呢 他們會發現 在看女人的照片或圖片 或自己看自己的時候 反而在大腦裡面那個 辨識人孔的 人的臉孔的位置 它是不活化 活化在哪裡 活化在我們的警報中樞 也就是我們靠近 我們的性人和這個位置 性人和這個位置 是我們人類的警報中樞 女生反而看女人的時候 這個地方特別活躍 活躍的目的是什麼 我對她 她對我是有攻擊性 有敵意的這樣子 所以這種事情 不是用眼睛去看 而是用大腦去判斷 連女人看女人都不是很好看的 好 這個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男生看女生跟女生看女生 看的地方也是不一樣的 碰到陌生人的時候 男生女生觀察的重點 可是非常不一樣喔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外套是法國時裝週設計款 要五萬八 手桌 這是大品牌 要四萬八 還算有品味 胸圍估計是大A小B 腰圍35腰 天啊 比我還要出 屯圍39 生過小孩嗎 最糟糕就是這個鼻子了 是整形失敗吧 隨便買買快點走人吧 謝謝光臨 謝謝光臨 話從以上狀況看來 可以清楚明白 女生觀察的重點 就是身上的型頭 而男生的重點就是身材啦 這個現象是不是很特別呢 會不會受不了男生 第一眼總是看身材呢 圈叉 好 牙紗很不開心 男生他不是看妳的身材 就是看妳的腿 而且有很多男生是那種腿控 可是妳自己 假如真的身材很好的話 妳還會嫌人家看妳嗎 好啊 我不是說妳 妳現在 妳自己假如真的身材很好的話 妳還會嫌人家看妳嗎 好啊 我不是說妳現在身材不好 妳現在 妳應該有個假設性的傷到她 非常好 我會說假設性的 對 可是也不會 因為就像老實說 我們女生不喜歡被誤化 就妳為什麼要去看那個點呢 可是牙紗誤化過阿Q 有一次阿Q來 她穿了一件很緊的褲子 牙紗說 妳看阿Q 妳看 我說看什麼 阿Q褲子很緊耶 我說緊所以咧 她說妳看 好像一包在那裡 我說哇塞 牙紗妳好噁心喔 不是 對 可是妳等一下 我要抓 她也自己在五十分注意 因為阿Q走出來 我們也不會特別注意她穿多緊 阿Q那天穿那個很綿的那種綿褲 很綿 然後又很緊 然後她那裡就這樣 真的有一個就是 感覺是那種 形狀 大下鼻子那種這樣子 大下鼻子 是 甩在那邊 我就說阿Q妳好噁 我說妳再也不要穿這個褲子 我說妳穿這個褲子 然後我們幾個女生就說 妳要穿妳就穿緊一點的內褲 妳為什麼有臉紅 妳為什麼看到之後臉紅 所以我其實想問女生 其實你們是不是也會看 男生的身材 會吧 應該也是會啊 妳剛在更衣室的時候 妳不爽 妳哪會 妳哪會 妳哪按圈 會 因為我覺得 就是 長號沒什麼好看的 妳還不好看 後面那隻烏鴉好煩喔 一直要拆散他們 我覺得男生有一點點肌肉 其實很性感 就是總比這肚子撩起來肌肉 或是撩起來肥肉 就是那個感覺差很多啊 所以Wendy老師 就這個男生女生來看女生這件事情 是不是看得出來 男生真的是多了一點動物本人 延續我們剛剛講的男女 都會把女人物化 只不過男人多了一個字叫 就性物化 他會把那個性物化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才能覺得說 找到一個基因最優良的 他可以延續他的一個 繁衍的一個能力這樣子 這是男生 所以男生常常會看女生 其實一般來講 男生看女生 絕對不是一開始看臉蛋 一定是看身材 身材裡面 他們有所謂的小七原則 什麼叫小七原則 就是一定是看他的 腰部和臀部的比例 腰部和臀部相處的話 是大概0.7到0.75 我們稱為小七原則 那樣子的比例 事實上是代表 所以這已經是被男人 很潛意在他的大腦裡面的 一種訊息 他是一種健康有活力 可以幫我 可以跟我交配 替我繁衍的一種物種 可是女生就不是 女生因為他多了 他比較同理心比較強 所以當他在看到女人本身的時候 事實上物化 什麼叫物化 他不喜歡女人看女人 可是女人他會喜歡選擇 他的一些替代的物品 所以我們說 女人很喜歡看他的一些 他提的包包 然後他今天是什麼的一些頭髮 裝飾 設備等等 女人也會把女人物化 但是物化的是在於他的一些 身上的一些替代品 而不是女人的本身 今天我們又多了解了這個異性 男女兩性不同的這個本能 有時候真的是本能 但是請你們就是慢慢藏好一點 對不對 就是我們也知道你們愛看身材 就稍微藏一下 因為我多年前 那是很久以前 就看到一個男主播她形象很好 結果她忘記 她自己是在面對一面鏡子 然後我就突然就看到她 有一個女兒過去的時候 她就是立刻這樣 然後是從上 對 掃到下的時候 我就立刻對這個主播就覺得 原來妳 扣分喔 對 女生就會用很多 好像道德標準 但後來了解就是說 誰不喜歡看美女 對 都是一樣 馬上公布她的名字 沒有啦 然後大家多了解就會少誤會 要再一次謝謝我們的Wendy老師 謝謝